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次TensorFlow视频教学当中 这一次呢我们会讲到TensorFlow当中的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呢 它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我们之前做的所有例子呢 它都是一个线性回归 叫Regression这个问题 它线性回归呢 它是说我预测的这个值呢 可能是一个连续分布的值 比如说像我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呀 它可以是连续的数字 像这个汽车的速度啊 飞机的高度啊 它都是个连续的值 但是如果是Classification呢 就是叫做分类 比如说我这个问题 给我张图片 我看到它是一本书 或者是一只猫 或者是一只狗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就要叫做分类 把这个给定的这个数据分成我要 那个计算机看的 它就是分在哪一类 那这就是Classification TensorFlow当中呢 它有给数字的数据 就是12345678910 有很大一堆 甚至有好像有五万多个数据图片吧 那都是从12345678910中间的图片 然后呢这个数据它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 是被计算机读取的 那就是有28x28个像素点 如果是1呢 它白色的地方都是0 如果是它黑色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有数字的大小规格式的 那总共的一张图片呢 它就有784个数据点 那我们这个784呢 如果放在我们的TensorFlow的神经网络当中 那784就是我的一个X的输入的大小 它输入的这个参数的多少 它的这个Y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Y其实是一个矩阵 然后它其实如果它是1的话呢 这个矩阵它有10个位置 如果它是1的话呢 它在第一个位置上写1 然后后面的位置都是0 这个矩阵呢就表示1 如果它是2呢 它就只是在2的这个位置上写1 其他的位置上都是0 它用这种不同位置的形式呢 表示它不同的分类 我们具体看一下哈 这个呢就是它的分类 它有5千5万多个数据点 然后第一个数据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123456 它其实它的真实的数据 它Y是6 然后这边呢它Y是0 这边它Y是不知道是几番 它是有一个形式 然后其它白色的地方呢 它都代表的是用0代表的 你看这边呢就是0123 它这一串的Y呢 它就代表3这个数字 那我们知道它的X和Y的这种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编辑我们的TensorFlow了 那我们首先呢 input tensorflow stf 然后我们需要input 它提供给我们的这个1234的5万多个数据 那就是Tensor 我直接copy过来哈 TensorFlow 有点长 TensorFlow Example Tutorials MNIST means input data 然后呢我们再copy 这一个 我会把这个链这个代码链接呢 放在我的视频描述当中 大家可以feel free to download 那就是你可以下载它 然后继续进行练习 我会把练习的代码呢和我的全部的代码呢 全部两个文件都放在我的视频描述当中 这一句呢就是说它会 如果你电脑上面没有这一个数据包呢 它会去网上帮你下载下来 你第二次运行这个脚本的时候呢 它就会直接从你下载好的这个运行包中 运行出来这一堆数据 然后我们这个功能是我们以前内捷克所加载进去的 然后我们先不用管它 那我们就要开始define placeholder for input to network 那xx的data呢 这是我们的placeholder tf.placeholder tf.flot32 数据形式是flot32 然后再次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格式 那不规定它有多少个sample 但是我规定它的每一个sample的这个大小 784 784 对 这个784呢就是我们刚刚这边所看到的 每一张图片它有784个像素点 具体的话在这边 具体的话在这边 这有784个点 28x028 那就是28x028 那就是28x028 然后Y呢 它是跟X差不多 但是它是有10个输出 10个输出呢 就在这边每一个sample呢 它有10个输出 然后我们再就是一个prediction 我们用这个我们之前的add layer的这个功能呢 add它的一层layer 那它的输入是xx 然后它的输入的数据点呢 有784个 然后它输出有10个 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呢 我们用softmax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softmax呢它一般是用来做classification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softmax就够了 我们以前做regression 就是回归的时候呢 数据回归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不用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或者是用其他的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我要算它的这个loss error between prediction and real data 那这个loss呢 跟以前的loss 它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loss呢 那在softmax这个功能来说 或者是classification 这一个方面的神经网络呢 我们可以用到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 它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方法 它其实还是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做分类的话 你用softmax配上cross entropy呢 它就可以帮你生成它的这种分类算法 然后那个training呢 training呢 我们就用grading descent training就好 grading descent 然后它的一个step learning rate 0.5 我们先试一下0.5 看能不能行 minimize它的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实际上就是它的loss 我们在这边minimize就是它的loss 然后我们就开始 嗯 这边 我们这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这一步就是我们要提取出来它的 嗯 一部分的x和一部分的y的sample train.next batch 100个 这一步呢就是说 我从我这个下载好的这个database提取出来100个 然后它的这一种grading descent的方法呢 叫做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就是说我不是学习我整套的data 因为它如果每一次都去学习整套的data呢 它就是会非常的耗时间计算能力有限 如果我只是学习100个100个这样子来学习的话呢 嗯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学习到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东西 而且这样子的话呢 它不一定会比整套的要差 嗯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 session.runrun 这一步呢都和我们的那种regression都比较像 它唯一不同的呢就是我们的cross entropy 计算loss 然后minimize cross entropy 就是它的每一步的train step 这里呢我们每隔50步print出来一下它的一个准确度 叫做print 嗯 我们要定义一下这个计算准确度的功能 我们之后会定义一下这个compute accuracy的功能 计算准确度的功能 在每一步当中提升好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一个validation data 就是说它其实这个data呢 mnist的这一整批data呢 它会分成train data和我的test data 把它分开 如果你把这两个data混合起来一起去train 呢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为的误差 那我们把它分开呢就更好的独立出来 那这两个事件不会互相影响 所以呢 这边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计算compute accuracy的时候呢 我们要计算它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test data 呃 然后我们定义一下这个compute accuracy的功能 定义在这边好了 这个define这个 然后它有两个输入和输出值 validation access和validation y access 然后我直接copy一下这一个功能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我先把这个prediction把它用成那个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然后呢 我呃 我用 呃 xx这个data呢 fist到我的prediction里面 然后生成我的预测值 预测值呢 它就是也是 呃 一行实列的这种值 但是每一个呢 它不是零和一 它是有 呃 在零和一之间的数 它是一个概率probability 比如说我在第三个位置 它的概率最高 那我预测的值呢 可能就是三 这个图片可能代表就是三 那我在对比 对比这个呃 三呢 和我的这个呃 真实的数据的差别 看它是不是等于 呃 我这个最大值是不是等于 这边真实数据的这个一呢 这个位置 最大值的位置 是不是等于 这一个真实数据当中的一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它等于的话呢 那我就是呃 就是它 它就是对的嘛 如果它不等于它就是错的嘛 它预测就错了嘛 它预测就错了嘛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 计算我到底这一组数据当中 Database当中 啊 到底有多少个是对的 和多少个是错的 那然后我就 在呃 run 这个accuracy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result嘛 它所输出的这个result呢 就是一个百分比 百分比越高 就说明我预测的越准确 那我们就开始 呃 run一下这个程序 呃 这个地方有个错误 叫做 是from 不是import at from 怎么怎么import 好 这个呢 是它下载好的程序 诶 又有哪个地方 类操的 就是我们的结果 你看这是它下载好的程序 它只是解压 然后呢 我最开始的预测的准确度呢 只有0.21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一 但是我一下子就提升到了0.66 百分之六十六 然后慢慢慢慢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一直到最后一千步运行完了以后呢 我提升到了百分之七十八的准确度 那这就是一个classification的简单的练习 大家可以从中学到怎么样去对比我这一个分类的问题 那主要的跟regression的区别呢 regression区别就是可能输出的值呢 只有一个值 那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房价或者什么 但是classification呢 它输出的值可能是你有几个分类 它可能就会有多少个值 比如说我有猫和狗两个分类 那我可能就有两个值 然后这两个值的预测值当中呢 它都是以0或1来代表是狗还是猫 如果是1和0 它就是猫 如果是0和1 它就是狗 那它预测出来的这个值呢 它就是一个概率的值 它第一个位置呢 它可能会说它只有0.21的概率 它是猫 然后第二个概率呢 它是0.8级的概率 对 0.7级的概率 它是狗 那它这个预测值呢 它就是预测这个照片是只狗 那就是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想继续了解 TensorFlow或者是Python的技术学习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有更多关于这些教程的更新 谢谢大家 拜拜